交通部的铁路改建工程局 年度所举办的节能减碳教育训练 特别请来了子役志工 请来分享 大家都仔细聆听 慈济的环保生态课程 来到了贡家机关 温度超过800度C 代号C它基本上会分解 交通部铁路改建工程局 举办年度节能减碳教育训练 请到了慈济环保讲师授课 我们在家里一般会产生的缩脚 我们先把塑料拿起来 铁道专家遇上了环保的考题 个个都没把握 大家唯一确定的是 想省荷包资源分类 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一个月的垃圾费 只有不到十块钱 其他的就是等于说 要做资源的回收 甚至于处于 就等于说你都要到处于 相对来讲你的垃圾量 就会整个的减少 工部门摆脱保守的形象 跟上绿色潮流 守护地球的脚步不落后 大家在新闻 这下美聚工翁学会 李沁堂 简玉荣 台北报导 李沁堂 简玉荣